Hello 大家好 我是农民营养生 你要养生 在自然间的 特别是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生长着许多不起野的这个植物 我们生活在农村的人感触比较深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植物 它们中有许多对我们的养生保健很有帮助 有的可以入药 药用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败匠草 来 大家看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植物就是败匠草 在我们农村非常的普遍 但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 更不用说知道它有什么价值了 败匠草 败匠草在这个本草纲目上 别名叫苦菜 折败 路长 路手 马草 石正曰 男人采愣者 抱珍珠菜食 为微苦而成败气 顾佑民那苦菜 与苦麦龙葵那同名 它属多年生草本 全株有一种特殊的败疆臭气 它的叶子 净生叶对生 宽软形 长羽状伸裂或前列 生于山坡 路边 田根边的草丛中 那么它有什么养生价值呢 它的全草可以入药 具有清热减毒 消肿排龙 血淤止痛 组织长庸 废庸 苍汤肿痛 苍汤肿痛 力竭鲜泻 欲血腹痛 所以呢 不要小看这一颗小小的不激眼的小草 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在现代运用中 败降草有抗菌 抗病毒 抗肿瘤 症静 饱肝力胆 抗胃溃疡等作用 常用于慢性胃炎 感冒 婴幼儿肤泻 流行性失泻炎 产后肤痛等 当然具体的病情还需要咨询当地的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龙明 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了 记得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